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沒錯,你看到我現在的頭髮變成藍色 這個是一個意料之外 因為我本身是想染灰啡頭那邊 但我不想太黃 因為我現在很黑,如果太黃就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反而知道混了一點藍綠色 誰知我髮尾這裡是上年染紫色的時候飄過太多次 所以它吃藍色,吃得很硬,就變成這樣了 好了,我們進回正題 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Donkey的東西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煩惱 就是進到Donkey就好像一個結界一樣,出不回來的 永遠都很多新奇有趣的東西 然後貨架,從上面到下面有十萬八千樣東西 眼睛是花多眼亂,不知道買哪個好 但是每樣都很想試 所以我今天就用一個十大之醉的形式 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我覺得是很可愛 有什麼是值得買,有什麼是性價比好的 有些瘋狂回購,或者不要在這裡買的東西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一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Donkey買的外表最可愛,最可愛的東西 就是這一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它裡面是一些很小的面膜 你看看多迷來,是不是很可愛 它是比手掌小的 當然啦,它不是面膜 其實它是一個落妝和洗臉的蕃茄紙 把它打開包裝,放在掌心裡 加水,搓到有泡 然後呢,就洗走那些化妝品 其實是可以洗掉的 不過它的質地就沒有落妝油那些 那麼容易和那麼快 洗走那些化妝品 需要少許時間的 所以呢,我自己就其實沒有想著用它 一次過做完兩樣東西 我通常都是會照落一次妝 然後再當它做第二次的清潔 其實這一盒也挺貴的 它一盒只有10片 24元左右 那就是每次洗臉都要兩個多 但是呢,如果這一陣子大家去Staycation 又不想再帶多一些洗臉產品的話 那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然後呢,就是這一陣子買到最開心的一件東西 就是這一卷 它不是刺紙來的 雖然很像 就是一卷這樣抽 它是一個洗臉筋 那可能看中我很久的觀眾都知道 我早上洗完臉很喜歡用一些一次性的洗臉筋 我終於在香港找到一個 很好用的洗臉筋 就是它了 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厚實 不會說濕了水之後很容易爛的 它是很堅硬的 而且這裡一卷是有很多張這麼大卷 才大約30元左右 那所以呢,很推介大家去買這個 那說起這些護膚和保養 就不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當時買過最豐富的保養品 就是一個原液精華素 其實也是很便宜的 這樣一枝就36元左右 它是有很多版本的 有玻尿酸 還有維他命C 我自己買的這款就是胎盤素的 它是可以改善老化和紋理的精華素 那其實它除了可以單用之外 我通常會加在一個化妝水那裡 拍上面的夜晚 那就可以增加那個滋潤度 給大家看一下包裝 它是這樣放進去的 對,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真的很便宜 然後就到一些飲飲食食的類別了 我在Donkey那裡回購得最多次的 就一定是這枝乳治茶梅酒 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Cheers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喝 它有甜度 但是就不會像其他梅酒那樣太甜 一定要混冰才可以喝 還有呢 它是有一點點抹茶味 在那裡 我為了拍片才泡這杯 在Donkey裡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醬料賣 就是很多芥末和沙律醬 其中有一款 我真的不新覺得最好吃的 就是這一款的明太子沙律醬 近看是會看到一粒粒的明太子 在沙律裡面 吃下去是有那種 沙律醬的甜味 然後呢 會有那個 明太子鹹鹹 有點辣辣的味道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 例如我會炸完薯條 或者是一些薯角 這樣呢 然後點這個來吃 然後一流 除了這些點東西吃的醬料之外 Donkey也可以買到一些料理醬料 而我最喜歡的料理醬 就是這個西京燒的醬料 它是一個醃肉汁 很適合醃一些魚 大家在外面的日式料理店 吃到銀鱈魚的醬汁 就是這個味道 非常簡單 但是很好吃 說起明太子 剛才的沙律醬 它的明太子味 是比較鮮明一點 和突出一點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明太子的食物 我曾經也買過這個 明太子的沙律霜 用來塗麵包和餅乾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淡 不是我期待那些很鹹鮮 或者有一點辣的感覺 我就沒有了 所以是一般的 然後呢 最近就走Donkey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包明太子的沙律醬薯片 我對它極高期望 其實我還沒試的 這個 不如現在開來試試 應該可以見 什麼味道呢 聞下去 有沒有薯片味 嗯 它是那些日本名太子薯片的味道 但是就沒有很驚艷 或者那個薯片的質地 都是比較薄的那些 嗯 沒有什麼特別 而說到薯片 有一款在Donkey買到 評價也是很高 但是呢 今次我要選為最不值買的一件 就是這個薯片了 你會看到它不像其他薯片的一塊 它反而是一塊裡面 是有四層的 那所以呢 吃下去是非常之鬆化的 然後它除了有芝士味之外 它是夾雜了一點點 粟米片的味道 就是有層次一點 你明不明 那麼好吃 為什麼不值買呢 就是Donkey好像在賣15元還是19元 我發現呢 759如果有折 大家又是會員的話呢 10元就是一包了 哇 真的是買二送一的感覺 所以大家喜歡走Donkey 除了新鮮感 它有很多香港買不到的東西之外 我想都有一個情意 就是去到日本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在走Donkey的嘛 所以現在去不到旅行呢 走Donkey都當過一個日本人 而Donkey有一件事呢 是令我覺得最懷念日本的呢 就是這一包雞皮了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說真的 在香港買這個雞皮 就真的很貴 我記得四十元左右 真的很小包 裡面只有一半的 但是呢 因為我曾經在日本買過 覺得很好吃 那時候在香港買不到 我在Donkey重遇它之後 整個感覺回來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真的 去了日本的Donkey 我覺得很開心 對啦 好想念日本啊 然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多觀眾推介我買的東西 是Donkey 就是這個 粟米濃湯的燒餅 嗯 那個 粟米濃湯的味道 是很足夠的 重點呢 它這樣一包 只不過是 11元 好像買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划算 大家 當平時 咬一下東西 是不錯的 它未至於 我去到 沒有了它不行的零食 但是有時候口癢呢 又不想開一包薯片太多 吃不完 這些獨立包裝一塊的東西 就真的 很方便 而且 挺好入口的 我都覺得 好了到最後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Donkey買過 最 不喜歡 或者最一般的 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 大阪黃醬的咖喱餃子 其實它又不至於去到難吃的 但是我買了很久 都只是吃了四塊之後 就沒有再吃過了 它是有咖喱味的 咖喱味也是那些 日本比較甜甜的咖喱 但是呢 它的餃子裡面就是 沒有 就是不juicy 肉是很散 不結實 加上不知道 是不是我廚藝比較差的關係呢 我煎不到它的外表是 這樣 金黃色很脆薄薄的感覺 我煎完出來 它還是白色的 然後皮呢 是薄的 但是偏硬的那種 真的 不懂得說 總之 Anyway 我就不太喜歡啦 反正正在分享 有這麼巧找到 就跟大家分享這一盒 我也是在Donkey那裡買的 就是一個即食的芝士零食 在雪櫃那裡找到的 我買了那個味道 就是葡萄酒味的 這東西就比較extreme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甜甜的 有點像 哈根大斯的提子菸 就是雪糕那種味道 裡面呢 一盒就有六個 但是呢 我媽媽呢 她可能不太喜歡酒的東西 就不喜歡吃 所以 這東西我就覺得 比較 比較極端了 好啦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近期 Donkey的十大之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跟我差不多的comments 或者有些 你覺得 你一定要買的 為什麼你不提 你沒有買的東西 想跟我分享的話 歡迎留言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想我在不同 例如759 或者iherb 或者其他 一些我比較常買的網站 都喜歡這個形式 和大家分享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喜歡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 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收片 還有星期日 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